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回到本频道 今天是2021年7月25号 今天马来西亚新增病例17045 马来西亚正式的在累积病例当中突破了100万大关 所以今天此时此刻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 当马来西亚的疫情突破100万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你们打开了电视镜头 你们没有看见国家的领袖在那边跟你们说安慰的话 现在在你们眼前安慰大家的不是丁丁 现在在你们眼前安慰大家的不是卫生部长 现在在你们眼前安慰大家的也不是三哥 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领袖 他们都消失了,他们都躲起来了 所以呢,谁要去面对这个100万的问题 所以我们人民要去面对这个100万的问题 这个场状这个情况 他们呢,全部消失到无影无踪了 所以呢,讲起来呢 他们根本就是一个 骗子 根本就是骗子 拿了这个国家的薪水 首相的薪水 卫生部长的薪水 还有好多好多的那个位置 这么多的薪水呢,根本就是骗子 他们有在做事情吗? 有做了什么事情? 现在去到100万了 证明他根本什么东西都没有做 只在那边领薪水 完完全全就是在欺骗国家 欺骗人民 欺骗你 欺骗我 今天 我们都知道 这个大马奥运会的骑手 马国骑的那个人 今天 惨败了 两场惨败 有出来安慰一下吗? 有一个高官出来安慰吗? 没有啊 哪骑的骑手他们惨败就代表着我们国家是很丢脸的事情 知道吗? 我们的这个国六印 他是骑手了 为什么今天他们会这样子呢? 就是你们的政策咯 人家别的国家 人家奥运对人家天天训练 什么疫情讲什么疫情? 奥运的那个运动员训练不可以有任何的影响 不可以动他们 照样训练 大马咧? MCO咯 MCO咯 什么MCO我也不知道了 运动员没有训练 人家去跟人家比 啊? 都是你们的错吗? 现在你有出来安慰一下 这个国人吗? 大马的骑手在奥运会惨败了 啊? 有出来安慰吗? 然后今天现在大马的病例破100万了 有出来安慰人民吗? 现在又新增病例又创13最高的纪录 有出来安慰人民吗? 啊? 哇太过分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 我觉得最能够反映现在马来西亚情况的 大概就是这样的图片了 那么现在马来西亚呢 真的满街上都是上司 满街上都是僵尸 满街上都是带病毒感染者 因为他现在也不带那个确诊手环了嘛 你哪里知道那个确诊的人 有没有在街上这样子乱走呢? 我觉得这样的 这个上司满街跑的图呢 最适合大马现在的情况 所以你还敢出门吗? 还敢出门随时遇到这些上司 上司就把病毒传给你 你能活不能活还不知道 啊? 现在太危险了 好所以今天大马新增17045再创新高 大马终于突破100万的里程碑 非常悲的这个里程碑 所以你看现在病例破100万的镜头在哪里呢? 我觉得镜头还很远了 因为他们已经不理的嘛 已经放弃的嘛 你们看见后门政府在做什么措施去封堵疫情呢? 现在有什么措施? 有什么步骤? 有什么步骤? 大家可以讲的是什么步骤吗? 最多他跟你宣布一下EMCO咯 人都躲 躲哪里去了也不知道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躲到哪里去了 啊? 哇,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你领这样的心嘴呢? 我跟你讲,假如是我领这样的心嘴 我遇到这样的失败 我都宁愿站出来给你们丢下鞋子 丢下臭鸡蛋 给你们骂 你们下面去骂我 刚愿对得起我的心嘴嘛 都领了这样的手下的心嘴 事情做失败了 给人民骂一下是应该的嘛 人也躲不见去了 留言也关掉了 你们看卫生部的这个脸书 他今天这张图留言又跟你关掉了 啊 所以累积总病例呢 那个1013438 驾驶人啊,今天啊 17045 所以这个是天花板吗? 最高吗? 我不认识不可能的 既然已经冲到这么高了 他只会更高 只会更高 所以刚才就有 这个网友就留言 我们前一期节目 我们讲说明天开国会嘛 国会 就大爆发吗?是不是? 当然这个网友就讲 今天一定是大爆发的 被他讲中了 所以没有最高 就有更高 所以现在今天真的是一个里程碑的日子 那么当然今天也有很吓人很吓人的数据啊 所以这个雪州8500 吉隆坡2045 那么几打呢 1216 要开玩笑啊 所以这个雪州本身呢 就8500宗了 哇 你看 当当是雪州一个州呢 就可以干掉好多个国家了 很多国家呢 它的最高并率都没有到8500 而当当雪州一周呢 就超越了很多很多的国家了 然后这个你看 雪龙加起来呢 10545 就整个这个雪龙地区加起来就破1万了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然后几打州也 失控了 也1000多了 那么几打州要走向雪州2.0了 当然几打的人口可能会少一点 可能没有这么严重 所以事情已经走到这样子 之前有人讲说是他们可以要放毒 现在换成这样子的话 如何收拾场面 你有本事放毒你就要有本事收拾场面吗 你有本事 好像人家讲做生化武器 你就要有解药吗 没有解药那个武器哪里可以做出来 等下自己先死的 是不是 我现在怎么办 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怎么办 还在发梦口 我跟你讲 所以这群 老的这个政客 所以前一期我们讲了 你看大马呢 他昨天讲的那句话 都是前朝政府害的 这个什么 百年一遇的疫情 这个千年一遇的疫情 这个什么 五千年一遇的疫情 自盘古开天壁壁以来 第一次遇到的疫情 关我们后门政府什么事 前朝害的 西蒙政府了 西蒙都乱来了 没有做好这些 没有做好那些 国阵 Nasic的政府害的 没有做好这些 他忘记了自己是Nasic的副首线 Nasic的时候谁做副首线 不是你丁丁吗 西蒙谁创办的 你丁丁不就是西蒙的创办人吗 西蒙创办的元老之一 没有你丁丁 你都不会有西蒙 都不会有西蒙 希望联盟 那时候喊醉大神的 那个人不是你丁丁吗 前朝也是你自己 现在又是他 所以大马的这个 政治就是这样子的 你换来换去还是他们做的 你看下一次大损 又是这班 又是这班家伙 所以大马的 那个情况 还是回到原点 不管你怎么损呢 最后又是回到原点 又是他们 等下前朝 前前朝 前朝 京朝 下一朝 等下又是丁丁 哎呦 所以你看他现在还没有睡醒啊 这种两季的人放宽限制 各位观众朋友 当你打完两季疫苗之后 你记得 你必须要有这个六个星期 40 40天到60天 你才能够产生 足够安全的看体 所以这个是本节目 再一次 再一次给大家 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 要不然的话呢 你在那里讲 明明我打了疫苗 为什么我还会中 中了 为什么还会不会呼吸 为什么我没有氧气 然后为什么我死了 因为我跟你讲 打了疫苗之后 你需要40天到60天 这段时间才能够产生 足够的看体 而且看体到底够不够 你还要去 测试 还要去那个 找那个医生那些 他们去硬学跟你测试 看到底够不够 你不要以为说打美国疫苗就有 就足够 打那个英国疫苗就足够 还是打中国疫苗不够好 不是这样讲的啊 因为我看见很多打中国疫苗的 他的看体 多过打美国疫苗的 每个人不一样的 一定要自己测试的 测试不够的话呢 实际上你要打第三针 够的话呢 恭喜 你自由了 不是像丁丁这样子落万奖 他说 什么打完两句疫苗 刀枪不录啊 神功附体啊 那个金钟罩啊 铁富山啊 不是像他们这样乱讲的知道吗 还没有知道吗 你的看体到底pass不pass 还不知道知道吗 啊 所以现在他们 他们现在呢 防疫又没有跟你翻了 又在那边 现在要乱乱来的 又又又叫你打了疫苗 你快点 你快点去他吧走 哇这个根本就是 杀人啊 根本就是 不要 不要乱听他们的话 你到时 你到时你自己怎么死的 都不知道 怎么不会呼吸 你自己都不知道 明明打了疫苗 不能够呼吸 你自己都不知道 啊 所以 这个整个东西是很危险很危险的 所以现在他们 啊 也不讲话了 出来呢 又乱讲话 出来一直在误导人民 一直给人民错误错误错误的 那个信息 还一直在那个粉丝太平 还一直为了自己的损票在那边讨好人民 然后搞民粹 人民假裁要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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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样 你看现在人民抗体都还没有形成 很多人都是7月才倒完 第2生了 8月 8月在制造抗体 9月才有能力 去抵抗病毒嘛 现在又在那边大开放 那么现在破100万了 为现在的这个 我们知道吗 这个疫情是这个multiply很快的 有一万个人干了 很快的就多一万个人中 很快的就多两万个人中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 现在的情况呢 记得 你要想一想 满界都是 满界都是那个僵石 满界都是上石 然后那个 那个政府里面 都是 都是这些群魔乱舞 群妖乱舞 所以 大马现在进入死战 最黑暗 最黑暗的时刻 而我们呢 并不能够做什么 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保护好你自己 跟保护好你的 家人到了 好 今天就跟大家update到这里 那么有新的消息 我们再跟大家更新 我们下回再见 happen by bwd6 感谢观看